但是我記得我和你學習時奉操練課程 好像是兩年時間左右 以往我做關心人的工作就沒有這些經歷 但是這一兩年來我和你學習關心人的時候 四次經歷到聖靈就跟我說話 就告訴我那個人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上帝是很喜悅我們做服事人的工作 關心人、提升人、鼓勵人 建立人的神是很喜悅的 因為有幾次他和我說那個人的資料 或者是他去解答給我聽 那我就不洩氣了 即是聖靈解答了之後我就不洩氣了 那我就可以有力繼續做下去 就是這樣 我以前沒有這樣的經歷 不是說我有聽到聖靈的聲音 但是在現在做事奉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特別的 去告訴我那個人怎麼說呢 譬如有一次他跟我說 他說他們真的不明白他們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 那聖靈解答給我聽 那我覺得其實上帝是與我們同工的 所以他很願意我們做這些工作 感謝神 你有這個知識言語的恩賜很好的 還有你收到神的聲音是好的 那如果譬如你來到聚會 看到有哪個人有需要你收到訊息 有些正面的你可以直接告訴他 你都可以告訴我 譬如說我收到這個訊息 關於這個人有些事是好的 那如果他有些問題 你就看看你適不適合跟他說 那你可以告訴我 讓我看看怎樣的方法 因為說到問題那方面 就需要智慧的 有時候 譬如說說出人的問題 有些人就不喜歡的 有些人就不喜歡的 那你就 就是你有這個恩賜 也都是我感謝神在神的同在 譬如我們也有些人 譬如Pat告訴我 他現在祈禱也有謊言 因為他最初試過有之後 後來不是繼續有 那就是我們有人有喜樂 各方面都是在提升 那我都希望我們個個在靈裡面都提升 在事奉上也都更有信心去提升人的靈 OK 那我欣賞你 那還有我們大家有時候收到一些訊息的 都可以 就是你覺得適合的可以互相交流 去鼓勵其他人 那留意當然就不要驕傲 只是一個祝福人的心態 這個是神起的 那我為什麼說驕傲呢 因為呢 的確有些群體 有些人 他開始收到神的訊息 他就開始覺得他自己 就被人家優勝了 那他就開始比較 就有時候造成教會 那些群體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 保持謙卑是很重要的 我真的不覺得聽到神跟我說話是怎樣優勝 我反而覺得是因為我 不行 特別蠢 上帝受不了 要解給我聽 我想是這樣 是 你保持謙卑 我很欣賞你的 祝福你 提升你 其實我們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 正好我們早上 現在說的是 熟靈的恩賜 大家都可以聽到 都很重要就是那個教會的合一 就是有些肢體是軟弱的 無論是什麼肢體都好 我們都欣賞和配搭 不是說我有強壯的肢體 不用那些軟弱的肢體 我們一起祈禱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主耶穌多謝你 我們放鬆的人 輕輕鬆鬆 親近你 親近你 依靠你 多謝天父 神你真好 主耶穌你真好 我們享受你 我們親近你 你就親近我們 我們歡喜你 神你就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以神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恩 我們走你的路 其實是容易的 雖然這條路是窄路 是少人去 但不是代表是難 因為你的騙是容易 你淡只是輕散的 有很多人就以為 窄路就是很辛苦 其實是不辛苦的 因為耶穌的騙是容易 淡只是輕散 就算我們犧牲 就算我們背這十字架 都不是辛苦 因為神與我們同在 神的平安 喜樂 興省 會陪著我們 神的力量 神的祝福 會陪著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享受 服侍你 多謝天父 賜美天父 賜給我們這個對公 求主祝福我們每一個都從你得力 讓我們能夠享受神 享受侍奉神 喜歡神 又喜歡自己 又喜歡別人 叫我們活在一個平安喜樂的狀況 時事開開心心的狀況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有神萬事足 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我們將榮耀眾讚歸給你 我們感激你 讚美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以神為樂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叫我們享受生命 享受侍奉 享受親近你 享受任何一分鐘 所有負面都放下了 所有人 有時加添給我們的負面 我們都放下了 不要緊的 人有問題 慢慢來 慢慢幫助他 我們就是注目在神 如何看重我們 欣賞我們 我們為神做神 歡喜 我們心就歡喜快樂了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我又謝祈樂 哈哈 主耶穌知給我 我又謝祈樂 哈哈 主耶穌知給我 我又謝祈樂 哈哈 主耶穌知給我 被世界所持 被世界相當奪去 Hallelujah 哈哈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祝福我們每一個從你得力 多謝祈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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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祇 多謝祈樂